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些是丫头的生意 早上就起床 之后就会10元 程少亚目前最快的时间是 以一小时32分30秒 走完20公里 即是400米的路 他不用两分钟就走完 但原来他不是自小就开始训练的 小时候更加讨厌运动 未接触运动的时候 我连运动都做不到 中一的时候 学校的陆营会 我就说那好吧 我参加了100米200米 短短地快点九点 哇 超辛苦 我对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兴趣 我去玩音乐 即是唱歌和唱团 中一时学校有行山 一个月有一次步行活动 我就参加 我老师说 为何你走路可以快 那些男生 即是上山那一刻 肥肥的声音 走得快到出名 老师都看得出他有潜质 所以在中六那一年 帮他报名参加竞步比赛 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竞步 我就收到半个小冊子 然后我就看看那些公仔 然后上YouTube 看看人家什么叫竞步 我就去参加三公里比赛 第一次参加比赛 我就拿了三名 最后有个教练跟他说 不如你跟我练习 原来这个人就是香港竞步之父 神行太保 教练不止训练他 还帮他申请了奖学金 去美国读书 自此他就踏上了这条运动员的路 但竞步的吸引力就是很挑战 竞步有两个规则 第一个就是双脚不能同时离地 如果同时离地就叫跑步 第二个规则就是 你前面那只脚落地那一刻 膝头是不能去屈的 因为要直伸 跑步是没有这种东西 跑步就是这样跑 竞步运动员的柔软性是高一点 因为要做到这些扭的动作 其实柔软性是要高一点 才能做到这种优美的动作 而且减肥当然是一流 这条运动员之路一直都很顺利 他在美国读书时 还拿了全美大学生运动会 女子竞步冠军 理所当然成为职业运动员 但是到了2016年 他跟奥运的距离只差了49秒 差了49秒 49秒对于20公里的距离 其实是很少的 大概1% 因为那时候是最低楼 那时候教练跟我说 不是西根末日 他说不行就来多次 我就说好了 然后我就继续 继续training 然后2017年 我真的到了西根 经历过低潮 程小雅从谷底反弹 由去年开始 他的成绩不断刷新香港纪录 他非常有信心 可以拿到 下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成为香港第一位 参加女子竞步的运动员 他更加有目标 要做到Top20 因为我还没去到 我一定要去到奥运 我才会退役 或者想想 阿拉海啊 阿拉海啊 你过去造参赛 我在岸上 可以让他并聪 Stewart